小明在饮料店买了一杯微糖少冰的绿茶 喝了一口后觉得绿茶没什么味道 决定回家要再加糖 他从冰箱拿出整包砂糖 打算倒一点点的糖在绿茶里 哎呀 没想到一个手滑 不小心倒了超多的砂糖 小明觉得把砂糖捞掉很浪费 于是用吸管搅拌 希望能把全部的砂糖溶解 过了一段时间 小明发现不管怎么搅拌 杯中仍有还没有被溶解的砂糖 小明该怎么做才能让砂糖溶解呢 哎 没错 只要加入更多的水 砂糖就可以继续溶解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 定量的溶剂不能无限溶解溶殖 溶剂可以溶解的溶殖的量是有最大值的 所以想溶解更多的糖就需要加入更多的水 像这种定量的溶剂可以溶解的最大量溶殖 称为溶解度 以每100公克的溶剂可溶解的最大溶殖功克数来表示 例如20度C时100公克的水最多可溶解约36公克的食盐 我们就会将食盐的溶解度标示为每100公克水36克盐 如果小明怕加太多水会让绿茶的味道变淡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茶中的砂糖继续溶解呢 如果不想加水让绿茶的味道变淡 又想让更多的砂糖溶解 我们可以改变水的溶解度 当溶解度提升就可以溶解更多的砂糖了 那该如何提升水的溶解度呢 就是改变温度 你有把饮料加热的经验吗 当饮料升温的时候可以溶解的砂糖会变多 相对的如果饮料是冰的 温度下降砂糖就会溶解的比较少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例子 食盐在40度C时的溶解度比20度C时还要高 也就是说100公克的水在40度C 可以溶解的食盐量会比20度C还要多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学过 物质有三态 因此溶质也可以有不同的状态 溶解度受影响的情况也会不一样 以水作为溶积的例子来说 大部分固体溶质对水的溶解度 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 液体溶质则是不太明显 气体溶质比较特别 对水的溶解度会受温度和压力影响 温度升高时 气体的溶解度会下降 压力升高时 气体的溶解度则会增加 那气泡水和汽水里的气泡 是怎么溶到水中的呢? 气泡水、汽水就是利用加压的方式 让大量的二氧化碳浓到糖水里 开瓶之后 由于压力减少 二氧化碳的溶解度降低 无法溶解的二氧化碳会开始从水中冒出 产生气泡 所以喝汽水时会有气的感觉哦 在了解溶解度的定义之后 我们来想想看 假设现在的温度是20度C 食盐的溶解度是 每100公克水可以溶解36克食盐 桌上有两杯200公克的水 在A杯加80公克的食盐 B杯加70公克的食盐 食盐会全部都溶解吗? 暂停几秒钟想一下 答案是 A杯的食盐不能完全溶解 B杯的可以 从食盐的溶解度来看 100公克的水 最多可以溶解36克的食盐 所以200公克的水 最多可以溶解72公克的食盐 因此 A杯会剩下8公克的食盐无法溶解 B杯的70公克食盐则全部溶解 像A杯这样溶解无法全部溶解的情况 是因为溶剂无法再溶解更多的溶质 我们称为饱和溶液 至于B杯还可以再溶解两公克的食盐 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 就称为 味饱和溶液 刚刚学了好多关于溶解的东西哦 让我们来做个整理吧 1. 溶解度的定义为 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 定量溶剂所能溶解的最大量溶值 可表示为 每100公克的溶剂可溶解的最大溶值功克数 2. 溶值的溶解度 可能会受到温度和压力的影响 在固态、液态、气态的情况会不一样 不同状态的溶值对水的溶解度如下 大部分固体溶值的溶解度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压力则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液体的溶值的溶解度对于温度和压力的影响很小 可以忽略 气体溶值的溶解度会受温度和压力影响 温度增加时 气体对水的溶解度反而会下降 压力增加时 气体对水的溶解度会上升 3. 当定量的溶剂无法继续溶解同一溶质时 称为饱和溶液 如果可以继续溶解 则称为未饱和溶液 最后请你来想想看 如果在饱和溶液继续加入溶质 溶液的浓度会有什么变化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